好这个步行与自行车使用的友善程度 已成为宜居城市与居民健康的象征指标 现场徐政卫由美轮山到太平洋岸的美轮地区为起点 以太平洋左岸宜居城市 美轮绿网营造计划重新规划城市的人行空间 翻转以车为主的城市 规划为以人为本人行空间系统 2022健康杂志公布健康城市大调查 不仅华林仙荣获非力度第一名 其中华林仙在健康环境和医疗服务购面 获得全国第一空气品质 公园绿地和自行车道设置都名列前茅 美轮绿网计划串联各区域分输的绿地 建立有绿块绿绿 然一绿线所建构的整体绿地网络系统 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效应不容小觑 美轮绿网这个计划 其实我们在提案的支出 它的计划的名称叫做 太平洋左岸及美轮绿网计划 所以它其实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从193线 我们的这个七星潭旁边的这个48高地开始 那沿着193线的沿线 一直来到美轮地区 那因为我们193线它是在海岸边的公路 那进到美轮地区来的时候 因为美轮它算是一个花莲市区里面 它的整个生活环境还有规划的算是相对比较好的区域 它包含一些政经的一些设施 还有文化相关的设施 那整个住宅区的规划 道路系统的规划都算是比较完善 那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这个计划里面呢 我们把美轮地区很多主要的道路 两侧的这个整个人形环境空间 去做一个改善 那希望呢能够就是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改善计划 那一方面呢把人形空间友善 一方面呢透过一些直在的配置 提升整个都市的景观 所以这是我们提出这个计划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想法跟构想 就安全性而言 美轮绿网营造计划 强调所有人的人行道都要维持在安全状态 并且串联计划范围内的人行道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设计亮点 采用扩大式的绿源 强制行车用路人减速 在路口的人行道 以扩大路源的方式 将行穿线推缩到路源的后源 那车辆在转弯的时候 必须避开这些扩大式的路源 才能够行穿线 对行人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的安全 美轮绿网营造计划 特别跟北冰国小 驻想国小 海线国小 华林女中 以及华林高中合作 将学校的围墙做退缩 略有清楚画中对面的停车棚 大幅增加新人的空间 同时 华林先生服也帮学校复原的特色围墙 以住场国小为例 以色彩缤纷的铅笔造型 取代传统式的栏杆围墙 增添活泼气氛的友善校园 双眼的方式同时也提升 都市景观的趣味性 记得喜欢华林高中合作